海王星的内部约占整个星球的三分之外 由熔岩、水、夜安和甲丸的混合物组成 外面的一层约占整个星球的三分之一是游星、亥、水和甲丸组成的气体的混合物 甲丸赋予了海王星蓝色的外观 海王星是一颗具有几个大岸般的动态行星 这很容易让人们想起有一场猛烈风暴的木星 旅行者号的探测发现海王星上的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斑点 大岸般、Quade Dark Spot 它和地球差不多大 与木星上的大红斑、Great Red Spot有些相似 旅行者号还在海王星上发现了一片小而不规则的云 它以16小时左右的周期在海王星表面自西向东运动 这片云就像一片在一个云盖上滑动的羽毛一样 类似地球上卷银的狭长而明亮的云带 能够在海王星的大气层高处被看见 在海王星的北半球低纬度处 旅行者号曾经捕捉到了这些云带 在它们下面的云盖上的影子 这幅图像显示了在海王星北半球的阳光照射下的卷银 这些云在它们下的面蓝色云盖上投下了影子 这些白色条状灵宽约48到160公里 长得达数千公里 这幅由旅行者爱好拍摄的真彩色图像 已经由计算机进行了处理 所以无论是接近几点的阴暗地区的云层结构 还是大岸般东部的明亮领带都能够看见柔软 有如羽毛的云 填充了深蓝和浅蓝地区的交界处 风车状的深度的交界处和卷银 表明风暴系统是逆时针旋转的 银上间歇性的小范围图案 很可能是波浪声音很短暂 而且不能够坚持超过一个海王星自转周期 大岸般边缘明亮的卷银变化的十分迅速 常常在数小时至数十个小时的时间里产生又消失 在两个自转周期大约36小时内 旅行者爱好以每像素100公里的有效分辨率 观测了大岸般周围的雨的变化 这些惊人的现象 表明在这个地区海王星的天气 可能很地球一样非常多 而且不断变化 地球和大岸般尺寸相近 除此之外 在海王星寒冷的大气层 高度低至零下218摄氏度中 卷银是由甲烷冰晶构成 而不像地球上的 银是由水冻结成的冰晶 构成这幅由旅行者2号拍摄的图像上 显示了一个由海王星和海 卫一组成的美丽的双月牙图案 这幅在1989年8月31日获取的图像 是一个旅行者号任务结束的礼物 这幅图像显示了大岸般南部的小岸般 这个小岸般被认为是海王星大气层的一场风暴 也许和沐星的大红般有些相似